什麼時間的火燒屁股了還去大家坐到那邊演這一齣荒謬劇 然後那個葉元芝演到什麼地步那個頭髮都亂了 你看就整個整個這樣子這樣亂了 我想說真的時間太多了 那韓國瑜過去曾經就是說真真實實有這些事情 然後剛剛仁俊真的講到一個重點了 就是說他吃定了你們這個還要需要查證嘛 啊如果你有查證然後你丟出來的話 他他就告你他之前用這一招 可是後來擋不住了 尤其王小姐世界上擋得住嗎 李嘉芬應該改一個詞 不是說你如果不愛我就很慘 他應該改說你如果愛別人你會很慘 對不對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意義嘛 人家跟你說愛你你就就就就整個都信了 整個就服了嗎 好等等 所以在這個整個訊息 他為什麼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混亂 這個以虛掩食啊 以假亂真嘛 啊你明天一週看再出來或是其他人在報什麼料 雖然只有幾天而已 他就說啊這民進黨的奧布啦 先前說國家機器嘛 本來以為他們整個陣營會在什麼事件上學到教訓 在追蹤器事情上學到教訓啦 結果都沒有 王潛丘你還不夠慘嗎 那些人在那邊製造假新聞假訊息的就打到自己那些人還不夠慘嗎 以前我們用政治版的卡杯彭事件來形容 現在這個叫做什麼啊 所以不要生氣 因為你不要理他 真正理他的就是 你閉著眼睛都挺他的那些人 而且他們在幻想的這個舞台劇當中 他們還會自己幻想說這樣我們會贏 而且歌會把蔡英文歌到斷 他們絕對有這個想像 與其一個人在家睡覺的時候空想 還不如大家聚在一起 這叫做什麼 大家自己得到那種同溫層的那種高度的熱度嘛 所以好你剛剛問我 就是最近你就好不要惹我 你惹我又回到那個三月 我們家族被霸凌恐嚇那個原點 你知道這麼長時間 我已經跑最早的林口分局 後來到刑事局 已經五六趟了 我前幾個禮拜由王瑞德帶領之下 因為我後來發現自己有時候很頓嘛 這方面 他是社會記者 我由他帶領下 跟那個萬老師 還有其他那個高雄的店家 我們一起去了 那一次我數一數大概告了八十幾個 因為我們都編號 我這個編號已經編到 這邊是我舉例來講是H 我已經編到S了 ABCDEFG已經編到S了 你知道嗎 你這樣字母會不夠用 他們有網軍 但是我們抓不到 他們有大陸的那種簡體制的 說實在也很難抓 海外的我們現在也不告了 為什麼 你告沒有用 池塵大海 他也抓不到 所以我們後來都會肉搜 自己先肉搜 我們舉證 譬如說你一定要附這個基本資料 這個就是其中之一的 他的基本資料 其實王潛秋昨天最大的一個敗筆就是怎麼樣 他說那黃光琴你看你在你留言 在你留言那些惡毒的攻擊 是不是就是反串的 我告訴你 我的臉書沒有開放留言 除了我的臉友之外 他們連到底是怎麼回事都不知道 好你要附這個背景 是哪些 我只舉一個 為例 這個說 有金主提供我上千萬元 寫書 有這麼好康我幹嘛來跑通告 你也好 然後後來這個人就不斷的攻擊 說我是狗 說我是狗 然後要把我送進焚化爐燒了 所以他很密集的一直留言 這就是他們那個粉絲專頁上面弄下來的 而且你不要以為之前FB不是清理了一些嗎 我們有截圖 還有就是他基本檔案 我們一定要附這個 因為上節目我就把他的名字跟相關不能夠的資訊 好 掩蓋 那還有其他人啊 什麼告訴他瘋狗啊 什麼等等 好 這個就是恐嚇了 這是比較早期的 這是一直來 一直來了以後呢 他說要一出來 他要跟我約嘛 因為我跟他 我跟他上去 比如說一般人會怕 但是你始終被這個恐嚇壓著 你這個日子沒辦法過了 我有天我就上去 我說你出來 就等於說調他嘛 結果他就開始對話 這個人後來查到了 真的很難查到 因為是第一批 我是第一個 他在加拿大 有名有姓的名字都查出來了 而且他常來台灣 可是因為我們對加拿大 我們沒有那個司法管轄嘛 我們就這個案子就割了 你看這個是 我們自己的一個年輕人 手上有刺青的 就是我5月23號這個日子我永遠記得 就是當時候我久問韓國瑜 你如何化天酒地的 也是包含那個楊秋新被他羞辱的 說他情緒勒索 求官不成等等 也是也是那個 森侯龍來找我的 的那一天 所以查到 他後來有有一點歉意啦 就是說他我不是那個意思 還有人叫我要遵守交通規則等等 我說實在 你王潛舊 後來今天多了一個張三政 我又開始跟他們幹了 你知道為什麼 你張三政不懂政治 你笨可以 你不要壞 你變成幫兇了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告我的 我告的那兩百個韓粉是怎麼樣 霸凌我們恐嚇我們 你們一句話說 這個是什麼 楊慧如的網軍反串的 你想把所有我們媒體的 他講政治名罪 被霸凌被羞辱被恐嚇的這些 全部堆給 立雲嗎 有這麼容易的事嗎 如果你們連司法 現在在偵辦中 檢察官在辦的案子 你們都敢真仰說瞎話 我說實在的 一月十一號 我們就用選票制裁 你看臉書上很多人就說 哎呀我終於還剩幾天 可以不用忍受你韓國瑜了